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的3月10号星期日,我们一起继续聊聊菲律宾的事 这几天在华人社区里面又在热议一个菲律宾的新闻 是关于半自动不清合法化的事 简言之就是说菲律宾平民可以合法的拥有半自动不清 所以很多人就担心自身的安慰 甚至我看了一下,有一些国内的媒体称菲律宾这么做 是为了对抗中国人,让所有的菲律宾人全民皆兵,对抗中国人 我也问了问周边的一些菲律宾的朋友 我说是不是你们政府让你们这么干的 菲律宾朋友们听完也都是一脸错愕 然后说没听说过菲律宾政府让他们去当炮灰 所以这事我觉得大家不用再去过度解读 不过半自动不清的新闻是真的,这个没有问题 其实我并不是很担心 为什么呢?因为亚洲的多数国家持枪都是合法的 只是对持枪的类型有所限制 比如说大家耳熟能想泰国、马来西亚也都是可以合法持枪的 然后泰国其实在持枪的数量上 包括火力上其实是比菲律宾的段位还要高的 你看去泰国旅游的客人也并没有 因为泰国这边枪支也很泛滥,就不去了 也没有说哪个客人,所有的客人去了泰国之后 都带几个弹孔当纪念品回来的,也没有 马来西亚也是一样的,也是吃钱合法的 然后只不过就是限制类别,只能吃手枪、来福枪和限弹枪 所以菲律宾这边开放半自动步枪这个事 其实在菲律宾当地并没有引起什么轩然大波 甚至也都没人去讨论这个事 国际可能就是一个小众的圈子,玩枪的圈子 对这个事情可能有一个表示高兴开心的表现 对于大部分正常人来说,就是跟枪设计不到的人来说 对这事无感 那么持枪呢,其实在本地也是一种 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文化 因为在我们菲律宾本地呢 像我们瓦盖地也经常会在商场 真的就是一些公共区域 会搞这个枪支的体验活动 搞这些活动都是菲律宾本地政府的官方部门 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枪械的组织 局的不是什么的 大人小孩都可以体验 除了枪支还有一些护具 反正你没枪高你也能玩这事 所以大家可能从小就接触到这个东西 对这个东西的恐惧感可能没有我们这么高 而且就是说菲律宾人对枪的认知是这样的 就是他们觉得如果你是个好人 你拿把枪你也不会去伤害别人对吧 别说枪了就是给你个原子弹给你个核弹 你也不会天天抱着一个核弹 天天去威胁别人动不动就自爆 跟你们一块同归于尽对吧 但如果呢是个坏人你别说给他把枪了 你不给他枪他拿个牙签 他都能找点HRV的那个血 然后呢扎在那个埋在那个共享单车的车座里头 扎别人无辜群众的屁股对吧 让你染病 所以呢就是菲律宾人的对枪的看法就是 关键这东西要放在谁手里头 放在好人手里头 他就是无害的 放在坏人手里面 他就是有害的 关键呢 你这个坏人呀 他不一定是 他肯定不是通过合法的渠道去拿 他可以通过各种路数去拿 所以呢 法律呢还是只是约束好人 约束不了坏人 也就只能制裁坏人吧 大概这就是菲律宾人对这个强制管制的这么一个看法啊 这个强制合法化的一个看法 那么其实呢 说到这里呢 其实菲律宾呢 对于这个持线合法化呢 他也是有一套严格流程的 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一个人就跟美国似的 到这个强店就买强 因为在菲律宾的宪法里啊 没有规定这个强是合法的 也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基本法 他其实在菲律宾人的眼里看 他是一个特权法 他是属于一个国家层面的法律 不属于宪法层面的啊 所以呢 买枪呢 你他有很多附加的条件 不是说你扒了个人头就是 那比如说他一些常规的条件都是什么呀 第一个呢 申请人呢必须是菲律宾公民 你外国人还买不了 当然了你说那我可以通过我的这个黑市去买 对吧 对黑市可以买一把手枪一万五千匹 没问题 对吧 但是我说的都是合法渠道对吧 咱没说的非法渠道 第二个呢就是年满21周岁 第三个呢要有稳定的工作啊 有薪酬的工作啊 这个你是要从你的这个报税上体现的 第四呢就是没有任何犯罪的行为 第五个呢 通过这个PMP啊 就是菲律宾国家警察的这个认可精神鉴定 包括你个人和你的家族家庭都要没有精神病 你才可以才可以给你发这个许可 第六个呢 通过这个腰测试 第七个呢 你要是到这个菲律宾的非国警啊 或者注册和授权的轻视俱乐部啊 进行这个培训和学习 第八个呢 你要提出书面的申请 第九呢就是你所在市的啊 居住地的这个警察呢 给你出示这个无犯罪记录 然后呢这个第十个呢 申请人呢 尚未判处两年以上有稀图刑的啊 然后呢在法院中就是说当被告的啊 这是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啊 这个很他有很多的条条框框吧 就是限制你啊 就是很容易的把枪搞到手 他也是为了证明这个枪呢 能放在一个好人的手里头 你不拿他去为非作歹 在菲律宾吧 搞把枪吧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儿 就即便搞到了呢 后边你还要受到监管 当然了有一些高危职业 可能在这个审理的过程速度上呢 是要比这个普通人去申请要快一点 比如说什么职业呢 律师啊 菲律宾律师协会的律师啊 申请这个枪速就快 为什么呢 这真是一个高危职业 举个例子 像我们杜玛盖蒂呢 有个玩笑说 每年呢这个杜玛盖蒂呢 有两个律师的死亡名额 就每年基本上杜玛盖蒂有两个律师会被打死 但是呢 有一次呢 连续三年呢 没有被打死律师 后来一问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年一下打死了六个 用了三年的名额 所以这三年呢 就没有额外的律师被打死了 你说这事是不是挺奇葩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注册会计师 老做假账嘛 对吧 被人报复 还有这个媒体从业者 这肯定呢 老说实话 出纳呀 银行出纳员 这肯定的 老拿着这个现金 神父啊 这肯定神职人员嘛 有的时候你想这边 通交派别比较多 谁谁知道会搞个突袭啊 对吧 然后呢医生跟护士 这个猛 为什么呢 医疗事故这边都不靠砍刀 也不靠也不靠小锤子啊 都是靠这个枪支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 就是他们限制的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对于每个人所买的枪支数量 其实在这边的法律上也是有限制的 不同的火力呢 根据不同的火力啊 每个人限定的是两支 四支六支 八支 然后最多可以15支 只不过这15支呢 是必须是那种枪支爱好者所有啊 而且你生 你买的这个枪支呢 还是必须是 从今天往前推75年前生产的 那么这个你才能作为收藏使用 啊 反正我觉得这个 他的这个法律上还是蛮细致的 哎就跟我说的一样哈 有些朋友肯定会反过来质疑说 那这东西都可以通过非法渠道去买啊 对吧 我作为外国人买不了 我我找菲律宾朋友买或者我菲律宾媳妇买了 能把枪放在我这 没问题 还是回到上面那句话 对吧 好人呢 他不会说非法买枪获取枪支 坏人呢 你即便是进枪的国家 对不对 他也有手段搞到这个枪支杀人越户 所以他这句话 法律呢是约束好人的 对吧 坏人呢 不在法律的约束范围之内 只是在这个制裁范围之内 对了 其实大家也不用太担心这个菲律宾枪支泛滥的问题 为什么呢 枪支的这个成本 其实在菲律宾 对于菲律宾民众来说 成本不算太低 比如说 这个步枪啊 一般是在五万匹以上 多数是在十万匹以上 少数是在五万到十万匹这区间 手枪呢一般在两万匹晚上吧 对吧 那如果说对当地人来说呢 买把枪呢 还真不如说都换了大米饭果腹呢 对吧 先吃饭吧 买什么子弹呢 对吧 所以呢 就是基本上 这件事情 其实在菲律宾的民众当中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这个解读或者波兰 那为啥我们对这个枪支特别的敏感 一提枪呢 就涩涩发抖呢 很正常 因为我们的文化呢 属于进枪派的这一个派别 对吧 所以呢对这玩意儿呢 不怎么了解 安全啊 火力啊 使用啊 怎么很多东西都不太了解吧 正因为陌生 所以才恐惧 得了 先给大家扯到这吧 让我们再继续扯淡飞宾的事 我们再继续扯淡飞